奔波北上到我們中天新聞 一直現在我這個位子 來向所有的廣大觀眾朋友 來說出他兒子遇到的問題 希望大家可以伸出援手 來看一下中天新聞特別全紀錄 現在將你的工作 有沒有想 不會啊 還是就在網 其實就是換個平台 對 換個平台 你們謝謝你們的關係 我們每天也跟著你們首頁 真的 他們的說法一變再變 對 從一開始我們去問 到後面 就是每一次的說法都不一樣 對 那我們就很質疑 因為他跟我們說的 我們通通都有記下來 可是到後來 又整個每一次的報告 都是不一樣的內容 那我們都不知道 到底哪一句是真的 這是一件人命關天的事情 怎麼會是這樣子 好像在寫作文一樣 報告一改再改 改得越來越合理 就是對這一個方面是有興趣的 所以他就選了實情兵 然後後來又因為他去那個單位 然後有受了實情訊 可是在那個受訊的中間就是 因為他們部隊的人力的關係 廚房沒有兵了 沒有任何一個實情兵 然後一直到他兩個月受訊回來 他就要一個人獨稱那個廚房 對所有事情就是要丟給他負責 對 那他是到那個時候才到那個 他一月份才到那個單位的 去年一月份才到那個單位的 然後等到他受訊回來 他就變那個廚房的老兵了 對 那又沒有人教他 然後做得不好就挨罵 然後就發寫報告 不斷的發寫報告 你現在看到他 你有每天跟他對話 大概也都只能跟他講 我們就是跟他講 我以為爸爸媽媽不會放棄 我們都在等你 你要趕快醒過來 可是我們只能夠透過他的儀器 監測他的心跳在跳 他的血壓有正常 才能知道他現在的狀況 不然我們沒有辦法跟他 有任何對談了 就是罐罐相互啦 出了事情就是關關相互啦 因為事實上在我們還沒有找 黃媽媽來 軍中人權協會的黃媽媽來幫助我們之前 他們連隊當中沒有人出來協助 就只有他們中隊的人出來 一條人命 把我們當什麼 而且那時候 就急著叫我們要轉院 那時候孩子的身體整個 其實我醫生已經在告訴我們說 他隨時有可能會走 已經是這麼緊急了 他不重視一條命 他在說 根據我們軍方的規定 民間醫院我們只能補貼三天 這什麼鬼啊 我的一個孩子被你們搞成這樣 一條人命 他已經在那裡生死摧毀了 你卻只擔心著制度 我們的補助只有三天 叫我們趕快要轉院 真的是我不知道軍中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不知道為什麼 所以我對於他長官進去11分鐘 到底做了什麼 其實我有很大的疑問 因為我不知道他做了什麼 然後軍方也沒有給我們任何 答案他就跟我們說 很正常 問他前一天有沒有什麼事 他都跟我說很正常 沒有什麼事情 對 那很正常為什麼會變這樣子 對 那在整個送醫的過程是怎樣 叫救護車嗎 沒有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們不叫救護車 早上我兒子就已經先跟長官 告訴他身體不舒服了 然後早上5點半他就先請假了 然後到10點47分 我兒子他身體很不舒服 掙扎的想要出來 結果昏倒了 被隔壁請的士兵發現了 然後他就去通報 通報完也沒有人給他 做什麼任何的急救 然後就長官通報來了 就說就把他扶回床上去 然後看看他怎麼樣 然後就說那就叫一個 當天的督信官去開車 去要準備送他救醫 然後那個督信官也有問他 當天的副中隊長 問他說要不要叫救護車 副中隊長說不用 急性腎痠結合併 恆文基隆結 這麼重要的一個 整個證明書怎麼會不見 這是我覺得很可怕的事情 再來在監視器的畫面 當時也告訴我們說 都會完整的扣留下來 但是沉上去的 我現在只看到都是單張的照片 而不是完整的一個過程 對 這個就是我要講一下 不過我先念一下 空軍司令部的聲明 家屬認為單位幹部送醫 程序有瑕疵 提出刑事告訴 本部已將相關資料送地檢署調查 本案經過檢察官徵結 任幹部已及時處理 應無言無送醫 以及查無不當管教犯刑等疏失 為不起訴處分 好不起訴處分 蘇爸爸蘇媽媽接受嗎 不接受 不接受 好我覺得其實現在是一個 有圖有真相 有照片有影片有真相的一個年代 在今天我們下午編載會的時候 我們討論這個案子 事實上很多同事提出的建議 我覺得不錯 因為在他那個走廊的時候 應該是有一個監視器 也就是說他的長官 當初他進到房間 應該是有畫面的 還有他走出房間的時候 是不是有拍到臉部 他的臉部的表情是什麼 假設有什麼事情 他是不是應該是一個 很驚慌的表情 假設我有個狀況不好 很驚慌的表情或是怎麼樣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 交給專家來看 他其實是可以做一些解讀的 這個影片你們拿到了嗎 我們完全拿不到任何東西 因為軍方都說那個什麼 有資料法 有那個檔案法 檔案法的關係 所以什麼東西都不給我們 我們什麼東西都拿不到 對 然後也說這些東西 會完整的交到限調組 然後結論就是不起訴 對 維宇所在的這個分隊 事實上這個分隊 只有十幾個人 然後在 這一兩年的期間內 就有兩位被送到八一八 然後後來就退伍了 然後這個分隊長 他也告訴我兒子 我不建議再多送一個 我不知道這個是什麼想法 在他們軍方調查報告裡面 都有寫出來 然後他還 他後來這個長官就變稱說 我只是半開玩笑的告訴他 可是我不只一次聽到我兒子這麼告訴我 對 對 所以魏魚媽媽真的是我們要給他一點掌聲 他真的很棒很棒 今天來到這個現場 他在我們辦公室呢 就已經哭得不行了 我跟他講 我們為母則強 當媽媽的 我們今天忍住淚水 在現場呢 我們要把握機會 把話說清楚 所以拜託這個所有的網友呢 如果你知道一點點的訊息都沒有關係 正確不正確都沒有關係 提供給我們 這個案子中間新聞追到底 家人好不好 我們承諾魏魚爸爸魏魚媽媽 我們會追到底 有任何線索